爱情就是如此奇妙,比如在相爱的情侣也有分手的时候,而有些一开始没什么感情,随着双方相处的加深去日久生情,甚至可以白头偕老,还有一些人,当他们爱上一个人之后,就会无所顾虑的去追求,这事谁读死都没用,在他们眼里只有对方只有爱情,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在十二星座中。 这三个爱上了就无所顾忌,谁阻止都没用的星座吧?白杨作,白杨作一向对人非常热情,但是脾气却有些固执,即使在感情当中,他们在表现出热情如火的时候,也往往爱得很固执,而且表现出一副天不怕地不怕地样子。 当白杨作爱上一个人之后,就会无所顾虑起来,他们眼里就只有对方,并拼命地展开追求,那时候就算有人阻止也无济于事,他们一定非把对方追到守不可。 虽然其中也有白杨作争强好性的成分,但是他们也知道自己决定爱一个人时,是一个果断的选择,并不是一时头脑发热,或者在冲动之下草率决定,就匆忙去追求对方,而是愿意付出自己的真心。 当他们能够和对方在一起之后,也一定会对对方不离不弃,至少不会伤害到对方,因为在一起之前,白杨作已经深思熟虑,所以就会爱得无所顾虑起来,要是谁阻止就是跟他们作对,可见谁阻止都没用。 天秤座,虽然天秤座在各种社交场合上人见仁爱,而且身边从来不缺乏优秀的追求者,可是,他们在选择恋人时却相当慎重,再加上他们在做选择时,总是犹犹豫豫,所以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决定,不过他们决定爱上之后,就会无所顾虑起来,并勇敢地去爱,就算身边的亲朋好友族局也没有用。 他们仍坚持自己的意见,这并非是天秤座一意孤行,不听别人的劝告,而是他们在爱一个人之前就已经做足了功课,也在自己引犹豫的长时间里深入地了解对方,在发现对方适合自己之后,他们才会爱得如此无所顾虑。 除了不担心自己受到伤害,天秤座还才发现,对方是值得托付终身的人,而他们本身也非常重情重义,在疫情之后势必投入自己的真心去爱对方。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,天秤座爱上了就无所顾虑,谁不止都没用。 天蝎座,我们都知道天蝎座对感情相当忠诚,当他们下定决心去爱一个人时,往往不会经意离开。 就算相爱的过程中爱得再辛苦,他们也没有任何怨言,更没有想过要放手。 这时候身边的好友,看到天蝎座过得不开心,就劝他们放手,可是他们依然不会听劝,还是一样爱得无所顾虑。 谁想阻止他们都没有,可见他们爱得非常执着和专一,因为天蝎座一直相信自己看人的眼光,他们一般不会看错人,即使面对暂时的困难,他们也不会退缩。 而是相信自己挺过这一段时间之后,就会迎来爱情的丰收,天蝎座在于恋人日积月累的相处中。 他们也发现对方是值得依靠的对象,不管当前自己受了多少苦都是值得的,而这一点外人不一定看不到,所以才会好言相劝他们。 不过天蝎座还是听从内心的呼唤,一旦爱上了就无所顾虑,谁阻止都没用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